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立公司就代表什么 他百分之百可以拿到这个案子 跟什么 跟什么很巧合 跟那些光电公司一模一样 在民进党的执政之下 一模一样 先射箭再画把 先确定了 我们拿到鸡蛋了 我们再直接成立公司 啊你怎么知道政府一定给你 怎么会那么奇怪 你跟我讲证据在哪里 就像你老婆跟你隔壁老王 在你的床上 你回家有一天 提早回家了 门打开 你老婆说 啊你有什么证据吗 你们两个就这样了 还要证据 你证据拿出来啊 我跟你报告一下 得标 为什么公司资本额要有一个限定 啊你告诉我 如果我们这些 这些 钱给你去买鸡蛋 啊一定有预付嘛 一定会有三成预付或是四成预付款嘛 啊你钱拿就跑了 我们捶向 本来就要找那种资本额高 然后还要负担什么 保证金 你这样子你公司倒了我才不会怕啊 我人民的钱给你 你都说跑了 我才不会怕啊 好 陈吉祥昨天开记者会才让大家知道 政府跟超司签的合约到底有多么佛心啊 不只超司买蛋可以代之转付啊 而且等于是税金货款全部都是由政府来出的耶 但是这合约一公布之后是不是反而让陈吉祥讲了话 被大家发现越来越多的猫腻呢 好 陈吉祥说呢 超司在这个颠付货款上呢 其实显示出他们是有清偿的能力的 好 但是问题是超司的合约显示的好像是个 黄金国庆条款啊 因为上面明显的说由超司代收转付 巴西鸡蛋的供应方 如果汇率不同的话 最后勤款金额还可以调整差价耶 那是不是代表其实超司在做的根本是一个 无本生意呢 好 再来听陈吉祥怎么说 他说超司实际的获利就只有那个3800万 但还要扣掉他们的这个叫做 退柜啦 销毁啦 等等的这些费用总共是800到900万不等 好 但是问题是我们看到 合约怎么写的呢 合约上面说如果巴西的蛋品品质出了问题 退换或衍生的相关费用 还有巴西鸡蛋工艺商可以开立报价文件来勤款耶 那不代表说合约的规定是连退货都免赔吗 这样难道不算是皇亲国戚的条款吗 好 再来看陈吉祥怎么说呢 他说超司是有时机的公司啊 真的有时机吗 不是去年才刚刚成立吗 而且3月2号才恢复营业耶 可是呢 你看到这个合约是什么时候签订的呢 签的是112年的3月1号到112年8月31号耶 所以你既然说签约的时间在这个期限之内 你的公司起码应该要在3月1号之前就先成立好吧 结果呢 超司是3月2号的时候才申请赴业的耶 那请问当时签约的时候 政府是跟哪一家幽灵公司签的合约呢 再来陈吉仲说超司从巴西进口的蛋报价比较低 我当然要给超司来做啊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它报价比较低呢 所以呢 政府就提供给大家 原来呢 你看有两家公司的报价单哦 这是超司的报价单 这个是A公司的报价单 可是A公司报价单提供的时间是4月21号 可是超司很厉害 3月16号就已经先提供了报价单给政府了 你怎么这么厉害 你可以拿3月16号报价跟4月21号来比 而且呢 当时就知道超司比较低 难道我们的官员真的是有预知未来报价的能力吗 那超司现在看起来似乎是打通电话 订了货就赚了3800万 但农业部说超司还要负担被验出禁药销毁啦 等等的这些的这个800到900万的这样的一个损失等等 可是就被发现合约上面载明不符规格的 还可以退换或衍生费用都还可以开立报价的文件来勤款 所以看起来就保证获利零风险嘛 所以网友就说了 现实世界大概也只有诈骗集团可以开这么好的条件吧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龙介兄啊 为什么这么好康的条件我们一般老百姓 怎么都遇不到呢 这个标准就是作差心扁啊 作差心扁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前天的鸡蛋会涨价 整个养鸡业者啊 这蛋龙 两鸡跟肉鸡是不一樣 那如果他在开标之前就跟超市挑战 这是一个标案的话 我给你保证 100间超市就拿不到 我们台湾有很多很好的进口商 他们本来就在买 买进来就是在保证会议 那后来我知道他们有联合要去抗争 就说我要真的 我们比较超市补住嘛 大家都为了台湾的蛋方在解决哦 那为什么特定 你量身定做搞这个标案嘛 后来好像瞧瞧瞧 他们就去疏通嘛 那有些业者是不敢跟我讲 你不要说我的名字 不好意思 真的我有答应他们了 不要说 那你去看前年有没有在进口 统一有没有在进口 他们两个怎么来 普通有在进口吗 他们是怎么他们都没帮助 如果你提前把这些标案的内容规格都讲了 他能经得起他们的竞争吗 这都闯荡江湖 世界各国都有据点的 不要说我们台湾有驻巴西代表处 他们连加公司 有的搞不好在美洲 南美洲 北美洲 大陆 亚洲 都有代表处 他们都有代表 经常在接下这个食品的进口 所以当他们知道 这是后面通知 而且他的标案里面的公告资讯 还有时间差啊 当你们这些人看到的时候 你买乎了 我超好了 我已经超好了 这不是量身定座 什么是量身定座 这不是诈骗 没有什么叫做诈骗 我跟你说诈骗是有点重 但是刚才好而已 为什么 因为你一天三个版本 你早上中午晚上讲的出来说明 让你说明你就说不清楚 然后今天说明跟明天说明的又不一样 今天讲的跟昨天也不一样 一点一滴几出来 骗鬼没吃水 超市如果有八千几万 六亿外公的电款就对了 我跟你说 我不想去公然个人 因为他们老板 过来年过来 本来他们就几次专门没在做了 所以你逼着记者去问了 王继淡评就是去问他们那些小姐 人家说十千钱 但是业务没翁来 跟你说那些八个 那当然中间有一定有一个关系人 承评设施 承评设施 承评设施设施 承评设施 那你接了线 我也不说是南部长一定就是你 不定你旁边什么人 民间当时倒是一个派黑 还是南部的 对不对 高用的 你们均匀 因为过去有高端的疫苗采购 有快筛的采购 那个模式已经建立了 所以现在 欠电 你要绿能发财 人是绿能发电 你是绿能发财 欠快筛 你如果要贪 欠软 你如果要贪 没贪 很辛苦 没这么很辛苦嘛 所以八成最好又付出了 我们 另外 各位王 你跟我 我们变成付出了什么代价 一公斤涨价三块 他同意赢 和阿玛 就帮大家煮这样 大家都有 你拿我们的纳税钱去补贴它 然后最后 又没有平衡物价 然后又让整个鸡蛋 全面涨价 这样不是相关八成 不是收到两顶的胸海 这样这个部门还可以继续做 我跟你说 我是很希望你继续做 我们坦白说 我是很希望陈吉宗继续做 但是怎么 真的替台湾人说 我心想出来 人的委屈 我们怎么说出来 让你们母亲这样就对了 唯一粒粒粒粒 我是只希望吃了安心而已 结果你到最后 五月就已经白康的事情 你到最后说 宴道有三个货柜 为什么你要把那个日期订在六月二十八 因为六月二八 最后一帮准 对把这个出来 把这个准来到这要三十几天 这样刚才好 你的六月二八 三季刚才好 对那出来 你们大家都洗脯 你们说把我们争孝的 你把台湾人 动作孝的 动作盘子争 你们有够糕的 我就说 这就是因为没有特征组 其实这个不必特征组 北减我给你说 台南地减宿我最欣赏的 陈凯琳你能够他基础 这条你怎么可以扳呢 也可以扳呢 无检察官 你以前过去海关 你很清楚嘛 对海关炒 今年台湾总共有多少进口商 进口了多少鸡蛋 报价多少 一清二楚 还没扳钱 可以扳的 对不但让超市赚了三千八百万 而且现在还让所有的鸡蛋都涨价贵三块钱吗 这是老百姓付出的代价吗 好 不过我们要欢迎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加入我们的讨论 淑慧 哈喽 大家好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曾几种形容超市的采购合约 是完全没有图例的空间 可是就被发现 这合约的执行日期有猫腻 因为签约的日期叫做3月1号到8月31号 可是超市不是3月2号才复业吗 3月10号才参加政府的专案说明会 怎么就签了一个3月1号的合约呢 所以政府可以跟一个没有副业的幽灵公司签约吗 陈一东还不断地强调说超市的报价比别人来得低 现在也发现超市的报价是3月16号 结果跟他比价的A公司报价是4月21号 所以我们的官员怎么那么厉害 三月份就知道人家4月的报价会比超市来得更贵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淑慧 难道我们的官员不会买蛋 可是很会穿越吗 能够预知未来 其实昨天那个记者会让我非常瞠目结舌 有史以来我没有看过一个部长开场记者会 他出示的合约文件跟他嘴巴讲的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昨天才在讲说 你到底是超市自己先垫付呢 还是你续产会先代收转付先预付 到底是预付款呢还是垫付款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合约签的是预付款 也就是说超市拿到对方的报价 这个续产会就先给你钱 让你去付款拿货 可是但农委会在这个陈其重的嘴巴里面 辨人是说没有他先拿到货 我验收后才给他钱 这是完全相反的 整个合约的每一个条款 几乎都跟陈其重嘴巴里面的讲出来不一样 我不知道到底是谁神经错乱 结果今天农业部次长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就说合约也是真的 超市做的也是真的 两个都是真的 虽然都矛盾了 我不知道说政府机关可以签了一个合约以后 几乎然后最后完全不照着合约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今天民进党有狡辩说 那个叫做合约执行期间 不叫做签约时间 签约是三月底才签约 执行期间是从三月一号开始 我听不懂 我又听不懂了 意思就是我游淑惠可以现在签约 去执行去年的跨年晚会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我现在签约去执行过去的事情 你是把超市当做超时空是不是 我没有能力承担这样 难怪全台湾没有几家贸易商 可以超越时空说 我三月底跟你签约 可是我从三月一号开始执行 那除非就是超市早就在偷偷执行 所以我才让你回溯这个执行期间 不是这样子吗 再来就是更可笑的是 陈吉仲一直讲说 我们二月二十四号就对外公布 说会进口巴西的蛋 错 我就找到一个内部的公文 是农委会跟食药署之间的内部公文 农委会是在二月二十四号二二八年假之前 那个礼拜五 才紧急发文给食药署说 我们规划将来要开放巴西 问食药署可不可以 请食药署同意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从来没有进口过巴西的鸡蛋 所以食药署跟巴西之间 这个资料库里面并没有 相关的食药的系统性查核的资料 所以必须要食药署核准专案进口 于是大家就想想看 二月二十四号 都还在两个部会之间的公文往来 如果陈吉仲已经对外说了 那就有问题 你跟谁说 因为我上农委会的网站 上续产会的网站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张公告 所以你到底是公告 还是只对特定的超师说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超师本来已经申请歇业了 也是二二四 非常巧 也是二二四 过了一个二二八年假 四天以后 三月一号马上就开始准备文件要复业 三月二号就已经复业完成了 然后三月十号就可以马上去参加 国贸局的说明会 好了 我又去找国贸局的说明会 这张说明会 邀请者是谁 是公开资讯 我公开在网站上 谁看到 龙盖森看到 有所谓看到 自己就出出出跑去呢 还是他是特定的邀请对象 我跟大家讲 我没有看到国贸局有公开的这个公告 所以那就是特定被邀请来的人 你你你我邀请你们来 你们才知道这个资讯嘛 超师才刚副业一个礼拜 国贸局又知道他副业了 还记得邀请他一起来参加 所以这整个就是 为什么超师什么东西都刚好 刚好跟政府的步骤紧紧的跟随 紧紧的粘在一起 没有一天浪费掉的哦 然后更奇怪的是 昨天曾吉仲还拿出两家公司的报价单 所以我们在三月底跟超师签约的时候 超师的报价是最便宜的 你看这家A公司58块美金 超师只要52块美金 结果我把它放大一看 那一家A公司的报价是四月多才给你的耶 你三月在跟超师签约的时候 没有这张报价单耶 你怎么能够确定超师就是最便宜的 有没有其他的人来报价呢 今天我问了一个民进党的这个 刚好同台同一个节目 他说哎呀 那个时候没有其他人来报价 你又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这个超师的过程 为什么可以炒两个礼拜 一个买单这么简单是炒两个礼拜 因为超师已经超过我们的思考能力了 之前买疫苗的时候 陈时中就说 只有政府才买得到 民间买不到 然后现在到了鸡蛋的时候 陈其中就说政府买不到 政府会有很多压力 我们才委托民间去买 可是昨天那个合约公布以后 大家记不记得之前一直在炒 那是补贴还是补助还是吸收 不对 昨天那个合约公布以后 懂采购法的公务员都知道 包括我在内 那不是补贴也不是吸收 那个续厂会就是买家 续厂会只是委托超师当UberEat而已 拿货送货而已 但是为什么要伪装成超师是买家呢 因为伪装成超师是买家就可以规避采购法 大家看到里面所有的费用通通是续厂会付 连产品的责任险都是续厂会付 而且续厂会在合约一开始就说了 是委托超师去进口这个事情 所以续厂会才是买家 他才要负责所有的运费保险费 关税营业税还有仓储的费用 那可是为了规避采购法 所以他把超师装作是买家 但是超师不是买家 当然就不用足够的资本了 没有想到猫腻藏得这么深吗 事实上陈吉仲他也去接受了 绿媒的网络节目的访问 被问到说 你不是说超师过去真的有进口过期蛋吗 那时机呢 结果我们陈吉仲他怎么说呢 他不断跳针说 超师之前有经营蛋行的经验 最后他被问到说 超师到底有没有时机的 有没有食物上进口蛋的时机时 他最后丢下了一句话说 我要去赶下一个行程 超师家公司 过去曾经真的有这家公司 进口过鸡蛋吗 他应该是用所谓的资钱 他们本身在经营鸡蛋的那个经验 那超师在后来成立以后 那这些人有贸易的经验 所以才会有办法从巴西这一边 来协助政府专案进口 所以没有进口鸡蛋嘛 他有没有进口鸡蛋的 食物上的时机 这家公司我们曾经用这家公司 超师公司的名义 来进口过国外的鸡蛋 这个我们很乐意的请超师 把他自己的商业的这一个经营 来直接对外提供 所以目前还不确定就对了 还不确定是吗 不好意思 我现在要再赶下一个行程 部长说他很乐意超师自己提供一下 他们的经营时机 那意思是说部长你不知道吗 好 面对外界质疑 为什么一家小资本的艺人公司 可以拿到政府专案进口的这么大的案子 陈吉祥就大赞说 超师有从日本进口鸡蛋的时机 而且还从巴西买蛋到日本 还帮我们从日本抢到了订单等等 结果怎么都找不到他所谓的这些进出口的记录 结果你刚听到了 接受这个绿媒的网路节目访问时 他不断地跳针说 超师之前有经营蛋行的经验 我们很乐意他自己提供出来 最后丢下一句话说 我要赶行程 然后人就落跑了 所以超师被绿营捧成是护国企业 既然有这么丰富的进出口时机 为什么陈吉祥不帮大家一一细数 来让我们了解一下呢 蔡委员 这个根本就是一个白手套公司 有够清楚了 你说要他拿出时机 我们真是为难他了 只是陈吉祥一下子想要掰 他无从掰起 一个想要从巴西进口货品的公司 在台湾会有时机的规模都相当的大 不可能像超师这种五十万元的公司 一个蛋行就可以经营起这么大的国际贸易 因为国际贸易里面 出关 入关 货运 冷藏 保险 一环扣一环 都不是一人公司能够进行的 而且还要改在民宅里面 而且你根本就找不到办公室 甚至于搞不好电话都不知道 从哪里拉来的 这样一种贸易公司 可以帮台湾进口这么大量的鸡蛋 那真是台湾奇迹 真是民进党了不起创造出来的 一个金氏世界纪录 我们不晓得该鼓掌还是该痛哭 鼓掌的是民进党会做出 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魔术 那痛哭就是说 哇 连这种白手套的魔法 你都变得出来 实在有过了不起 这个好 一家这个蛋行 他过去有没有跟巴西来往 没有啊 他有跟巴西哪个蛋商来往 没有啊 那他怎么去掌控巴西的蛋商 理由很简单 有人在掌控 不是这一家公司 那谁在掌控 就刚才讲的啊 那个要查一查还难吗 不难啊 你把那个情理脚抓来 问这谁帮你掌控巴西的线路 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些供运商的 供运商到底谁 什么时候跟你来往的 你有什么文献来往 你拿出来看嘛 我跟你讲 拿不出来 所以掌控巴西的供运商 另有其人 那进口呢 那当然有续产会服务到家嘛 所以他只是一个明目 有人就要拿中间商的好处 那如果是真的 我们判断或揣测 他是一个白手套公司 你以为只有这个8%吗 你为了把国际贸易 这个行情看得这么扁 有人会为了8%去做这个生意吗 那个爱国心强得不得了啊 请问一下 任何一个国际贸易都两层起跳 那谁付呢 可能卖家那边报价就已经报高了 可能卖家那边就要付出佣金 这些都层层的烟幕在里面 那最后不过随便找一个 比较好应付的人来当这个 白手套公司 所以龙介雄才会讲说 这里很巧 那你很巧 每一个时间点 步骤都卡得很巧 当然卡得很巧 因为不让别人介入 他怎么敢去找统一 你今天去找统一 找全家 或找Costco 他没有能力跟进口弹材怪 怎么没有能力呢 所以他以所谓假借非常紧急 那又说 哇这个 因为我们淡方很严重 全世界淡方很严重 是吗 中国大陆有淡方吗 没有啊 金门 连金门都没有淡方 金门淡是充足 不信你问问我们那个金门的 陈大立委 那为什么台湾岛才有 那就先假定说 中国大陆是一个禽流感的疫区 所以不准中国大陆进口 那更经典的 说中国大陆的鸟会飞到金门 所以金门也是疫区 金门的蛋也不能进口 那所以这个金门人的鸡蛋 想说哇 那金门很便宜啊 供应过度 卖到台湾来赚了 也不行耶 11月 11月啊 每年的11月 中国大陆的黑面皮路 都会到台南了 所以台湾也是疫区哦 是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龙贼兄讲得更经典了 那你巴西啊 还被发现又是疫区 奇怪了 中国大陆是你类似禽流感的疫区 所以不能进口 中国大陆蛋很充足 蛋又比台湾便宜 那巴西也是疫区就可以进口啊 会不会太怪了一点 所以说来说去就是要量身定重 要把这个衣服啊 裁得很特别适合某一个人 那这样够清楚了吧 所以他会管说有没有记录 随便胡抽一下 从日本进口啊 在哪里 没有 从巴西进口啊 搞不好以前都没有任何记录 连跟巴西来往记录都没有 重新公司怎么可能有 而且50万的公司能够跨海 到南美洲去做生意 这也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简单讲 那是一个白手套的抹柴计划 所以民众就质疑了 政府让这个进口鸡蛋 是不是给了这个特定人士 有上下其手的空间呢 许晓星甚至是把超司形容成 是高端的2.0 陈吉仲说 当初会请超司买蛋 是因为情况紧急 而且是为了分散风险 难道我们去跟人家买鸡蛋 很危险吗 讲我是陈吉仲 人家就不会卖给我吗 这不是跟当初的高端一样吗 难道说 当时说我们不能够透露合约的内容 不然的话会被大陆打压 没有这个疫苗 所以大陆人物也不给台湾人吃鸡蛋吗 高伟员 其实我们再回溯一下 今年的二三月的时候 全世界都在抢蛋 尤其是台湾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排队买鸡蛋 鸡蛋确实也一直在涨价 甚至早餐店加一颗核爆蛋 要15块等等 所以当时农业部因为大家的需求 所以紧急要进口鸡蛋 那农业部当时也开了条件 任何贸易商你只要在那个时间点 满足这些条件能够进口鸡蛋的 全部都收 没有限制是谁 那超司也发了声明说 当时他们紧急的去联络了巴西的农场 然后找到愿意提供蛋的这个农场 然后紧急的进口 为什么 因为当时日本八成的鸡蛋都是从巴西进口 而当时巴西也不是疫区 那他们还自己先垫付了款项 所以才能够进口这个鸡蛋 那到现在大家有这些质疑 说实话蛋都已经吃下去了 现在翻脸不认人了 说这些蛋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那如果认为有问题 现在检调也在查 赶快查个水落石出 让大家知道说 这中间到底有什么猫腻 那如果有任何的贸易商 在这段期间也有能力 有同样的条件能够进口鸡蛋 可是农业部不让你进口 只让超私进口 那农业部有问题 赶快跳出来让大家知道 可是现在事实上就是 在当时抢鸡蛋的过程中 大家如果回去看新闻 当时韩国为了进口鸡蛋 你知道它一颗蛋多少钱 它一颗蛋将近7块多 然后进口了30几亿的鸡蛋 只有只卖出了11亿 还吸收了20几亿 是完全的卖不出去 甚至还为了销毁 这些卖不出去的鸡蛋 花了2点多亿 这些新闻都有报道的 所以你就知道 在当时缺蛋的情况之下 有些国家利用这个缺蛋的过程 进口了非常多的鸡蛋 反而还卖不出去 功过于求 而台湾当时为了平抑 这个鸡蛋的蛋价 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 紧急的进口鸡蛋 这也是因应当时市场的需要 而总共进口的鸡蛋呢 说实话将近6亿元的鸡蛋 但是实际上以当时市场的价格来讲 确实平抑了蛋价 也满足了当时如果以市场的价格来看的话 将近60亿的市场的这个需求的蛋 所以我觉得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 对台湾来讲 对农业部来讲 只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能够平抑蛋价 这才是他们所想要在当时要做的事情 而至于超司或是这些贸易商 回过头来 如果真的有问题 也请检调赶快查个水落石出 让大家知道真相大白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争议 让当时愿意帮忙的这些人 都蒙受不白之冤 这个一定要查清楚 农委会并没有说叫所有进口商 你有能力来就来 完全没有 当时进口五百万颗 第一次郑文昌来看以前 五百万颗是怎样 就是说我先帮 因为大家通俗你们库房里面 冷链房里面都有15到20天的库存 所以农委会把你调出来 调出来 我调来让市场上有鸡蛋可以卖 但是我进口了五百万颗以后 我还给你一百万颗 还给你一百万颗 还给你记住 就只有五百万颗 都他们六条 是到后边 郑文昌去我们骗掉了 说去看那个架上 鸡蛋是人家摆给你看的 所以才会慢慢调整说 开放进口 开放进口比较有土耳其 澳洲 泰国 本来日本不是从巴西买的 日本本来是出口给我们 后来因为紧急了 它开始有禽流感 你知道定一百万颗 我只能给你三十到四十万颗 到后来 就是说我已经没办法 我已经内部供应不及了 才停止了 他们去找到巴西 结果找到巴西 说巴西有毒 有问题 他们不想买 台湾要唱 什么叫抢丹 人三五星期 都在抢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侯友宜 柯文哲 接连提出主张 六十五岁以上的民众 这个健保费要全额来补助 昨天薛乐园跳出来说 要补贴第六类的六十五岁以上 长者的健保费了 你看他怎么说呢 他说针对健保的第六类对象 没有工作 所得低 没有获得其他补助的老人 每个月保费要改由中央来负担 但是呢 他说呢 政策年底出炉 最快明年就上路 结果后来他改口了 他说我昨天说太快了 后年才会实施 因为呢 看起来就是跟进嘛 因为根本没有规划过 所以呢 讲得太快了 后来发现支票兑现不了 所以才改口嘛 现在变成后年 才要来跟进实施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资深的这个 这个侯伴的发言人 黄梓哲 他跳出来说话了 他说只有针对 第六类的特定长者 那你是为德不足嘛 那你怎么只学半套呢 网友也说呢 执政八年 空转八年 选举到了 想起来终于要做事了吗 好那么事实上 我们看到卫福部 还跳出来讲话呢 你不是说要跟进补助吗 结果现在又跳出来说 哎呀 补助健保 恐怕造成世代不公啊 看起来是补助的 心不甘情不愿吗 行政员也说 全额补助六十五岁以上 长者的健保费 恐怕会排挤掉 其他的社福预算 不宜贸然造劲啊 好 柯文哲说呢 推广到全台 其实并不困难 重要的是要有财政纪律啊 不然的话 像民进党搞个特别预算 就花掉好几千亿元 不然呢 就是一颗鸡蛋 给你补助三十二块 钱就这样花光光了 你钱既然可以这样花 为什么不能够拿来 补助健保费呢 好 沈正南医师也说 他说补助大学的学费 就有钱了 结果呢 帮长者缴健保 就说没钱 民进党啊 惨媚年轻人的动作超快 要给阿公阿嬷 一点小钱就拖拖拉拉 是不是没把老人家给放在眼里呢 好我们看到 侯伴他反酸 政府说 很乐见蔡政府认同跟进侯友谊的政见 但是如果政府有心照顾长辈 为什么只抄半套呢 而且还说年底才会拍板定案 结果呢 现在是变成后年才要上路 这不代表蔡政府是现在才开始思考 要怎么照顾老人家吗 阿网友就说 民进党过去七年到底都在做什么呢 龙介雄 他们讲补助第六类真正就会 世代的相对剝夺感 他们都说不对 侯友谊跟柯B他们的精神就是说 一百六十亿 那我们从统统补助 统统补助的话 就变成你光是一个前瞻八千多亿 就可以补助五十年 那听不懂 那为什么这样就不会有世代剝夺感 因为你补助第六类 那些老人有 在公司那些老人有 其他这些老人 年轻的 你是健保肺是外地 年轻人的身股顶 那如果你补助的话 年轻人 现在年轻人两个夫妻上班 家里面有两个长辈 一个小孩 他一个月要靠四五千五六千的健保肺 你不知道嘛 那如果说你全部补助的话 我们这样统统老人 六十五岁统统补助 反而年轻人他会减轻负担 去年我在台南市选举的时候 我提出了老人健保免费 六都里面只有台南没有 结果我问黄市长 为什么你任内不想要编这个 他说赖清德叫我不要编的 称丁兄你还没跟我回答 黄伟哲说的 你叫他不要编 让我们台南市的老人 在你八年黄伟哲四年 多缴了十二年 后来我选了以后我提出来 今年他拿到代表权 三月提名了 结果四月份台南市政府说 今年七月一要开始 老人健保补助要编了 为什么 而且送临时会最佳 那就是赖清德叫他 要选总统又要选票了 叫黄伟哲市长说 要补助了 你这不是两个标准 你为了选票 你什么话都敢讲 称丁兄你真的有很厉害 那整个在野党讲出来 就是说老人健保补助 为什么我们认为有必要 因为这很多年轻人都误解了 你忙去让他们骗你 各位忙哟 我跟你说 你们来问我我就知道了 因为很多你爸爸妈妈 减保是掘在你的身体上 是在你的薪水口 所以民进党要补助第六类 第六类就是八百二十 他带在公所在落那的人 在你的身体上的 你爸爸妈妈 如果是在你的身体上 他没有给你保障 你看看 看这有恶心 还带到材压 说没有财政规划 不是这样 所以整个现在六都都有了 所以六都原本继续给付 那所有很多乡亲 包括这些贫穷的 财政比较差的 云林 南投 嘉义 这种屏东 对不对 就由中央 侯友宜提出这是好的政策 所以柯比他们都看过 那在野党推出来的 包括巴士亮表 巴士亮表我告诉你 你们如果没有赌到 你们不知道 我妈妈八十岁要去逛逛 除非你卧床 那卧床的人就是 生活品质都没有了 我妈妈九十岁回去 九十岁 这段中间 如果你双薪家庭 你为了照顾长辈 你要停一个人的薪水 要一个没上班 所以为什么会引起 那么大的共鸣 这个巴士亮表的取消 会让很多 你当然有些艰苦的人 你薪水就没有人 又欠罢就只有自己顾 但是中上以上的 你真的会改善很多人的生活品质 我们台湾号称已开发国家 对不对 你的生活品质好吗 没有了 要请一个帮佣来照顾出来的老人 就没法度了 巴士亮表我买了 所以这个就是打到很多人的心 那大家都感觉好的政策 民进党愿意跟我们不反对 依克文哲纷纷纷都喊出说 要补助长辈的健保费 可是我们看到卫福部开呛 说补助健保会造成世代不公 好 先不讲 谁不希望自家长辈健健康康 减轻长辈的负担 不是也是减轻年轻人的负担吗 过去赖清德说 他要补贴私立大学生的学费 然后陈建良还加码说 高中职学费全免 怎么就没有听到民进党说 哎呦你造成了世代不公平呢 医师沈正南就说了 那民进党是不是讨好 年轻人动作超快 可是要给阿公阿嬷一点点钱 就一直拖 有把老人家给放在眼里吗 淑慧你们看 我觉得民进党一直很喜欢 去操作对立 譬如说一般的劳工 跟军公教的对立 然后世代之间的对立 年轻人跟长辈的对立 但他不知道一个家庭里面 会有一般劳工也会有军公教 会有长辈也会有年轻人 所以你去操作他们的对立 是没有意义的 不是说徒利或者是说 哎呀把钱都花在长辈身上 就是世代相对剥夺感 刚刚龙盖森讲的 就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 像我妈妈的健保就挂在我身上 我每个月的薪水 除了我自己的这个 劳保要扣一笔 我自己健保要扣一笔 大家都跟我一样 还有一个叫做眷属的健保费 如果你一个小孩 像我就是独生女 如果爸爸妈妈 两个人挂的话 我就要付两个人的健保费 那你当你这个健保费 是政府付了以后 你就不用再从我的薪资扣 不用再从大家的薪资扣 不是无形之中 是小确幸 让他感觉他的薪水 怎么这个月多了八百多块 多了一千多块 而且不止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多这个 父母的这个健保费 是付挂在我们的薪水上面 薪水越高缴得越多 那可是爸爸妈妈 每一个老人家的这个 使用健保的几率应该都一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要把它变成说 它是照顾长辈的社福预算 就把它当作也是 这个轻省我们中壮年人口的 各种负担之一 所以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 之前赖清德提出的 就是现在行政院要实施的 公私立高中职都全免 学费全免 连排富都没有排富 这个侯友余这个健保补助 还有排富哦 这个私立高中 只没有排富的结果是什么 那一些私立贵族高中的学费 也都可以补助耶 说什么 这叫教育权的平权 没有本来就没有平权 你看这是私立高中 他们上课的方式 他们会到国外去进行交流耶 开开心心的到英国伦敦 去进行交流 公立高中有这样的福利吗 可是未来 这些私立贵族高中的这个学费 这些有钱人在念的学校 政府都帮他补助 可是他们的教育权就是不平权啊 私立贵族高中 双语化 还有体育课 还有教骑马 然后暑假有到国外去跟其他学校 进行国际课程 这些钱难道以后赖清德都要买单吗 不是这个样子嘛 该照顾的不照顾 不照顾 不该照顾的你去撒币 然后你说这叫排挤 请问一下如果这个叫做排挤设服预算的话 那你每一个人发六千块叫什么呢 你台电亏损 一亏再亏 这就没有排挤任何所有的预算吗 今年去年超增的税 四千五百亿里面 有一千亿要去弥补 劳健保跟台电的亏损 这一千亿如果用在 这个老人的健保补助上面 可以补助几年 可以清审我们多少正在工作的这些中壮年人口 他以后就没有在那一笔了 眷属保费了 所以我觉得不要一天到晚在一个家庭里面去切割 刚刚龙概生讲的那个八四两表 看护工的放宽 我也要自入性行销一下 其实我这次有提一个证件 是除了这个看护工的外籍看护工放宽 我认为家庭帮佣也要放宽 外籍看护工是照顾老病 失能失智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双薪家庭 他的小的老的都没有人照顾 看护工如果跑去做家事或带小孩 是可以检举的 会被罚钱的 但是其实我们还有外籍家庭帮佣可以申请 但是资格资南南上青天 全台湾不到两千个家庭可以申请 光是第一个条件 电视机前面观众就昏倒了 就是你要生三个六岁以下的小孩 你不但要生还要扑扑扑的生 你生三个只要一个超过七岁 不好意思你的资格不符合了 所以导致很多人根本不敢生 大家想想看 如果电视机前面跟我一样 是职业妇女 你在家里有人帮你照顾你的小孩 做家事照顾老人 你回到家里家事都做好饭也煮好了 你会不会觉得你就比较有力量 有勇气继续拼下去 好 不过对于侯科提出的健保政策 虽然说蔡政府好像是马上就跟进 可是好像又跟进得不甘不愿 行政院说补助长者健保费 会排挤其他的预算不宜照进 可是我们回头来看 钱振于港要花81亿元 然后民进党还砸大钱去买军火 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先编了2400亿的特别预算来买战斗机 怎么就没有听到蔡政府担心说会排挤其他的预算呢 还是说民进党觉得说买军火能够让美国开心 比照顾我们老人家的健康更重要吗 蔡委员 我觉得政策辩论很好 政策辩论看影响选票怎么样 民进党对于这个老人健保会的补助很明显的是有选票的考虑 那对于刚才这个俗位所讲的那些高中学生大学生的补助也有选票的考虑 因为赖清德刚开始在选的时候 一看我在年轻人的这个支持度怎么比这个柯文哲落后那么久 那怎么办呢 就想要是政策买票让年轻人开心 所以当时他就推出了所谓私立大学的学会补助 那我不否认 当时侯友宜跟柯文哲两个傻乎乎的 就哎呀财政怎么保守 人家反对 他们两个被我骂到臭头 人家是挖个坑让你跳你真的跳进去 那现在呢 好没有问题 我们来谈这个排挤其他预算的这个所谓的财政的理性 这什么财政的争议都可以 那请问民进党 到底给老人家是因为你老人票太多 好像也是真的 这个赖清德觉得他老人的支持度蛮高的 比对于柯文哲 侯友宜还要高 所以这老人就不给钱 你们太支持他他就不给钱 所以老人听懂吗 你们就是这么支持他 所以他觉得这笔钱能少花就不要花了 那这个柯文哲跟这个侯友宜觉得 我老人票多征许一点 他们是这样解读选票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很矛盾 那个学费一捐免是金额更大 老人这个健保补助是金额相对很小 那一边不会排挤其他预算 那这边怎么会排挤其他预算呢 怎么想都想不通 但你只要看选票就知道 他觉得年轻人选票少 所以加码 老人选票多 解码 还奎扣一下 可是问题来了 其他预算是真的那么需要花吗 不要讲白了啦 蔡英文真的需要跑这么一趟到 史瓦地尼去干吗 你不说外交要有民族民族的价值吗 史瓦地尼君子专制 既没有民族没有自由更没有人权 那你不跑得那么远去 你怎么不在那喊一下民族啊 自由啊 人权喊给我们听啊 你不敢嘛 为什么 你明知道那是一个专制的 那是一个戒严的 那是一个什么 一个非常蛮横霸道的君子专制的国家 那你这个钱省下来吧 你可以省下来 为什么不能省下来啦 随便挑都一大堆啦 你其他预算 你需要请那么多 这个外交部的莫名其妙预算啊 什么英国退下来的 那个最不受欢迎的首相 你也请来了 美国那个被川普开除的国防部长 你也请来了 你捡到篮子里面都是菜啊 那你钱不要花 我们邦交国一个一个断交 然后你外交部的预算一天天增加 可以省下来的吧 干脆外交部也关掉就算了吧 那老人照顾好还比较实际吧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先前这个蔡政府分配前瞻预算 挨红是不是蓝绿县市大小野 现在蓝营炮红不是只有前瞻而已 中央补助客庄 是不是还是一样独厚绿营的县市呢 因为台北市的客家族群 就占了全台湾的9.72% 而屏东只占了4.03% 可是屏东五年来获得的补助 平均每个客家人都可以分到 3305块 但台北市的客家乡亲 一个人可以分到不到10块钱 各位会说是因为台北市有钱 所以没办法补助 但是我们就不讲台北市好了 摊开桃竹苗分配的预算来看 桃园每个人平均是得到2088 新竹是1329 苗栗1890块 都比屏东低很多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高委员 你认为台北市的客家市民 每个人只分到不到10块钱的预算 这样真的很合理吗 其实我以前在客委会待故啦 那屏东大家知道有六堆 但是客家的一个主要的聚集的地方 那当然你说是不是依照城乡的差距去分配 当然也是要看说他们所来申请的计划 到底有没有依据 那如果摊开客委会所补助的这些预算来看的话 第一名是屏东 但第二名就是苗栗 那苗栗大家也知道也是长期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县市政府他们的资源 还有他们所提出来的计划 那客委会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台北市是唯一六都里面 没有提出关于客家发展计划的这个首都 所以台北市我们也知道台北市自己也有自己的客委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台北市不仅资源多 可能自己对于客家族群的照顾或是发展 也有他们的计划 包括每年都有这些一鸣记的活动等等 那我觉得拿这样子来做比较可能比较不客观 而是应该看说各县市政府所办的客家活动 还有内容还有经费等等 去做一些比较会比较能够去彰显出问题的所在 那当然对于客家族群的照顾 我相信绝对是不分蓝绿 因为毕竟客家族群其实在台湾 包括大家知道最近这个非常红的公式的这个茶经的戏剧 也特别是克尔卫所拍摄 也得到很多的支持跟回响 所以我觉得类似其实客家的文化跟语言的保存 都是长期来中央所重视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先前英国国会破电荒在政策报告上称 台湾是独立国家 国民是中华民国 外交部还特别发稿感谢英国支持 最后媒体拿同样的问题去问了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的领袖舒默 是否要跟进英国的说法 结果竟然被一口回绝 舒默甚至还说现况应该维持下去 绿营不是说美国跟台湾关系 坚弱磐石吗 怎么连个口头跟进英国都不敢呢 记者就问那什么是现况呢 舒默也不肯讲 美国说要维持现况 难道就是要让每个台湾人 拿AK47去前线守备 这是美国想要的现状吗 蔡委员怎么看 英国的政策要由英国政府来代表 英国国会虽然可以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 但英国国会的政策报告 不代表英国政府的政策 所以虽然说台湾是独立国家 国民就是中华民国 目前没有看到英国政府采取这样的立场 就像说美国的多数党领袖回绝 那也不代表是美国政府回绝 一样的道理 但是美国政府目前采取的是一个中国政策 他当然不会接受台湾是独立主权的国家 国号叫中华民国这样的说法 这个说法是民进党的说法 那是怎么去区隔呢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就是台湾的领土本身上面只有一个主权 那这个主权涵盖范围只有台湾的领土范围 金门马祖都不在里面 那中华民国呢 就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比台湾还要大很多 那包括金门马祖甚至包括中国大陆 所以这两个里面有个不同的中华民国 符合一中原则里面的广义解释 但台湾是独立的国家 就完全符合一中一台 以及台湾独立的一个说法 那美国目前不采取台湾独立 也不采取一中一台的政策 那英国国卫是希望在这个一中原则底下 另外开辟一中一台的说法 那这个说法目前不是英国政府的政策 D Max D Max 那这个说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